交通部長陳士凱昨天和三位次長在台鐵舉行災害應變會議 他對於花東鐵公路交通中斷表達歉意 而目前公路已經有部分搶通 不過在晚間進行了預警性封閉 而臺鐵從德到河仁路段則是在今天的早上六點已經完成搶通 周日午後的一場大雨 造成花蓮對外的鐵公路交通受阻 傍晚大批旅客湧入花蓮機場 等候加班機離開 銀行局協調航空公司周日晚間以及周一一早 加開台北花蓮往返各一班 以及台中花蓮往返一班航班 看明天公路有沒有通 或是火車有通 那什麼時候通 因為要趕回去 現在就是排隊等候補的機票 可是候補都完了呢 怎麼辦 對啊 希望政府能夠再多加開 公路局搶修機具在周日下午三點多進場 期間曾有九十多部大小車輛受困匯德至崇德肩 目前已經搶通北端162.9K 北返車流已經疏離 蘇化公路台九線164.5K 崇德路段也在晚間7點30分搶通 開放通行到9點30分之後 進行夜間預警性封閉 台鐵崇德到河仁路段已經在早上六點鐘搶通 恢復東正線單線雙向通行 今天晚上24點之前 花東北上新自強號列車 全面開放站票 交通部長陳士凱與三名次長 在台鐵公司舉行災害應變會議 提取相關單位報告 搶救以及輸運狀況 陳士凱說 因為鐵公路中斷 影響民眾交通安排 為此致上最深歉意 而壽林鄉公所也宣布 今天壽林鄉和平村停止上班 停止上課 其餘地區正常上班 正常上課 記者溫家凱琳靖倫 沙燕齊中建綱綜合報導